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文早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吕玉峰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外语教学系的孙云芳老师 唉 老师 最近的天气变化真的很大耶 我洗的衣服都晒不干啦 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吗 有啊 我最近刚刚好看到一则新闻 有关于有一个日本太太 她出了书分享了一些有关于晒衣服的小秘方 你想知道吗 想啊 我想知道这个秘方是什么 在这篇新闻里面她提到啊 其实我们要在室内晒衣服的时候 如果呢 把衣服排列成拱桥的形状 然后再打开电风扇轻轻的吹 衣服就会干的比较快 排成拱桥的形状 那这个是来自什么样子的原理啊 这边是说啊 当衣服呈弧形排列的时候 它内部的空气就会停留在原地 那在温度上升后的热空气 会制造气流的流动 这样衣服就会干的比较快啰 哇 这个方法真的是太棒了 我下次也要来试试看 那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啊 都会洗棉被晒棉被 那你知道如何晒棉被才会干的比较快吗 嗯 这边有提到哦 他说如果我们要晒棉被的时候 应该要把两端的对角线 划在晒衣杆上 那就让这个被子形成两面三角形的样子在晒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呢 水分会往下聚集在角落的圆里 这样子呢 棉被就会比较快干啰 哇 今天真的是获得了很多生活上的小知识 那老师 你可不会告诉我有关这则新闻的几个英文单字呢 好啊 那首先我们就来学学 湿气这个字的英文怎么说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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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是潮湿 hu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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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常常在南台湾 夏天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潮湿对不对 对啊 没错 都会变得很潮湿 嗯 那这句话的英文就是 Southern Taiwan can get very humid during summer Southern Taiwan can get very humid during summer 那我们再来一个名字 Southern Taiwan Southern Taiwan can get very humid can get very humid during summer During summer 好 今天的新闻英文就到此结束咯 你们都学会了吗 我们都学会了 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收听news ABC 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枣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枣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